无美颜无绿旧 我有很老吗 我今天来做门诊 这儿的一个病友 所以说 他是我儿子 说这是你儿子吗 幸好我心态好 20多岁女被认成男友妈妈 上网淘拍网一看母子实锤 见过这么年轻的妈妈吗 这是我27岁的儿子 用上美颜谁还不是仙女啊 那个大哥他说 他像我儿子的时候 我非常自信 我没跟他一般见识 我觉得我肯定很年轻 然后我特别自信的 就拍了那条抖音 我以为底下的人 全部都在那夸我 结果全部都是我像40岁的 他像初中生 你们知道 他为什么能像初中生吗 他出门之前 他不洗头 他不刮胡子 我说你刮一下胡子 然后他这身衣服 全都是我给他挑的 我给他搭配的 他这么年轻 他跟我在一起才年轻 他换个人 或者他自己带 他绝对不年轻 最好我心态 大陆这队20多岁 情侣党去医院 十倍人误认成母子 女友强颜欢笑 拍下影片 原本想起大家评评力 结果网友们一看苗洞 纷纷表示 确实母子既视感 看你二只多那一下 母子实锤了 看你最多20气 但发型加衣服 确实相似时 你长得像特别年轻的中年妈妈 你男朋友长得像长得很老的国中小孩 你的语气表情状态发型 真的像一个妈妈 也有人认为呢 是男友的问题 不是你老是你男友太直气了 你虽然不老 但确实像你儿子 儿子有女朋友了嘛 还被网友犀利点破 别强调心态好了 你早就破大方了 干嘛呢 干啥呀 干啥呀 干啥 别说了 我刚快说好了嘛 说啥呀 他们光说我老 你问问我穿 你说我穿啥不老啊 穿啥不老 你会说话吧 你说 你穿我妈的衣服 穿我妈的衣服 穿我妈的衣服 是否我心态 我长头发的时候 这个是我之前这种短头发的时候 这个是 这个是五年前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这个是有中长发 哎哎 你看这个还小孩儿吗 我男朋友不会说我配他吧 这个有胡子还小孩儿吗 有胡子 然后 戴个眼镜 这个不小孩儿 好点了 就插个胡子呗 但是我不接受有胡子的男人 不能接受 哎 这个是我的证件罩 这个是我的证件罩 我把头发都弄光了 最终结论 是你男朋友把你弄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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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